清明年假尤其是在墓园周边 铁定式大塞车 因为这是一年一度到先任墓地扫墓的日子 或许是因为对王者另一个世界的未知 因此常常有许多禁忌传说 特别今年是选举年 让人联想到的是16年前 台北市议员选举 参选的现任议员陈静齐 在投票日前被枪杀 这些年台北市北投当地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说法 说这次的枪杰命案 和当地的陆军一级上将 陈继堂的墓园有关 真的吗 陈继堂他又是谁 他又南天王之身 何蒋介石是死对头 而据传这些喜光之灾 与门口最诡异的两尊石狮子相互牵动 至今依旧下落不明 一眼从小眼那边过来 他摩托车也跟他过来 身穿深色风衣 头戴全肇事安全帽的歹徒 就在这里汽车逃逸 态度相当从容 91年11月16日 距离第九届台北市议员选举 只剩下倒数21天 没想到现任议员 同时也是参选人的陈敬奇 中午参加好朋友嫁女儿的稳定婚宴 竟然当街遭到枪杀身亡 这起震撼震撼的意外 最特别是北投当地 始终流传着一种神秘说法 被枪杀的议员陈敬奇 他们家是田明建设 那当初他们把这块地买下来 他爸爸呢 就把这种狮子搬回到他家里面去 结果他们认为他 后来呢他没多久 他爸爸就有一次喝酒 然后就给死了 他人家后来外面就 然后再传说 因为他们把那两只狮子搬回去 然后开装 他爸爸先发生 我们再换他 这是我们这边的团队 但是实际上真正如何 我们也不太清楚 从小在北投长大的陈慧慈 他从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退休后 长期为保存北投文化而奔走 他亲自带记者 走法了这块地 陆军一级上将陈记堂墓园 他的狮子就坐在这边 坐落在这 这就是陈记堂共同 那边自涂掉了 很可惜 你看那狮子把他吃掉了 两座石狮子已经不知去向 从墓园门面来看 可以想见他原先的气派 而墓园葬的陈记堂将军 在民国30年左右 曾是叱咤中国的广东神掌 号称南天王 呼逢唤雨的大陆军阀 为什么会葬在台湾呢 他大半生的起起伏伏 几乎都和个人神性风水 有密切关联 他当时跟蒋介石对立嘛 对立 那他一直想说有一天啊 他不要只当南天王 他要当九五至尊啊 那就一定要打下蒋介石嘛 所以后来风水先生跟他讲 说你如果要打蒋介石要打败他的话 要整回九五至尊啊 你家的风水不好 陈记堂把祖父父父亲的坟都签好了 只剩下母亲的 他骗选广东的风水宝地 最后听从风水师的建议 竟然把脑筋 冻到一个历史大人物的头上 太平千古的天王 红秀玄 红秀玄的祖坟 他的风水真的好 所以会出红秀玄这个天王出来啊 所以你的祖坟 应该要搬到那边去 这个南天王就做了一件很缺德的事 他去把人家祖坟挖掉 挖掉旁边就全部留到外面去 然后把他母亲的骸骨 就去葬在这个红秀玄的祖坟里面 1935年把母亲的墓牵葬好了 1936年要攻打蒋介石 问题来了 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呢 当时他就找了一个术士 叫做翁伴玄 就想说请他 就想说能不能补个挂 这个翁伴玄就告诉他讲说 这个大运已致 然后机不可施 后面那一集比较重要叫机不可施 那机不可施我们都会讲 机会不可以失去 那就赶快打啦 因为当时 这个蓝天王他手上有48架飞机 是他最厉害的武器 而且那个飞机在当时 都还算蛮精尖的那种科技 部队走到前面的时候 突然就是传来消息讲说 他的那个空军司令黄瑞光 带着这48架飞机就叛逃了 就把这个飞机就飞到南昌那里去 这就投靠了南京的国民政府 那投降了老蒋 原来机不可施 是那个飞机不可以失去 而不是机会 机会不再来 赶快要打来一次 那飞机失去你 当然就打不赢吧 蒋介石 重金收买空军大队 让陈济棠的反奖计划失败 陈济棠之所以会对 风水形象之学深信不疑 是因为大哥和武哥 都是当地有名的术士 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 据传陈济棠和妻子 莫武姑的姻缘 也和命相有关联 有那么多军傭在来追他 他通通看不上眼 他反而就是独独钟情于 陈济棠 那当时陈济棠只是一个 很基层的军官 只是连长而已 因为相传这个莫武姑会看相 他认为陈济棠将来一定 就是一定会飞黄腾达 有名气的乐剧女龄看上小连长 陈济棠一边打听莫武姑 还找来哥哥 屈指一算 莫武姑就是想说相传 他的那个腰部 有一个那个就是金色的那个胎记 腰缠金甲 那这个就是想说 那他认为讲说这个一定是能忘夫 所以这个他们两个就是感情也都很好了 那果然后来就是陈济棠就是接下来就是飞黄腾达嘛 就是变成就是变成一方之霸 变成所谓的广东王 后来因为发动反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失败下野 让陈济棠从高高在上的南天王 沦落到离开家乡流亡香港 我们最近要轰炸香港 把轰炸香港当时蒋介石来派飞机去接送他们 把留在香港那些政要 包括孔二小姐也都在那边 要接走 结果你看他躲闪 因为后来是飞机到了以后 因为飞机座位有限 孔二小姐手边牵了一条狗 牵了一条狗 他就说陈济棠是什么东西 那个我的狗都没有位置做的 所以陈济棠就不要上来 我的狗上去 所以他后来陈济棠是命不如狗 之后因为国共内战 陈济棠再度受到蒋介石重用 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1949年还任海南行政长官 因为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陈济棠也跟随来台 登任总统府资政 民国43年64岁时 因为脑溢写故事 当时还有盛大的送葬仪式 葬在北投起岩路的墓园 他原来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牌楼 然后后面一个圆顶 原来一个墓碑 一个灵寝 就像我们看到那种大观的灵寝 一个前面一个 然后这边一个喷水石 这边一个喷水石 两公顷的墓园高大的牌坊 衡量由蒋介石所提的冒击长招 四柱则是当时的副总统 陈臣的提连 陈济棠将军在后来 签葬回大陆 与妻子莫无辜合葬 北投的墓园开始荒废青颓 只剩下于右刃 直笔的牧居民依稀可见 对于右刃对于右刃没错 就是这个 陆军一级上将 所以这边谁于右刃 三元 三元的鱼右刃 虽然陈济棠是军阀出身 但他对于教育却相当重视 曾在新北投成立珠海中学 现在的德明科技大学 也和他有关 来 来 我们往这边走 这就是我们香港德明的创办人 陈济棠 陈将军 这是他早年在军事的时候的照片 那这个是他后期时候的照片 虽然德明在民国76年已经转手 但是校园内还保存着一栋 以陈济棠将军自国南为名的纪念馆 这个是他女儿那个时候 特别为他命名的 台湾的德明是陈济棠的女儿陈宝兴 为了完成父亲以怨而创办的 创校的陈宝兴就是陈济棠和妻子 莫武姑所生的女儿之一 战战时期 陈济棠的18名子女陆续出生 其中和莫武姑就生了7男4女 大多在美国和香港成长发展 第十个孩子是美国知名学者陈树柏 1980年9月 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陈济棠的儿子 为大陆讲学和筹备办学的美籍华人陈树柏 他在广东其实相当有建设 所以大家称他为广东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像是海珠桥 中山大学 还有那个中山纪念堂 这些就是不管是学校 或是经济建设都是有 都是陈济棠任内就长得兴建的 陈济棠将军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 把命运交由风水命向决定 做出错误判断失了广东 此后的墓园竟然也传出 买下这块地的一元陈济棠家族 接连发生不幸意外 让荒废的陈济棠墓园 蒙上一层神秘灭杀